但光潛接下來就是所謂的 在我們國內的政治氛圍 趙薩康就直接講說 解放軍不要一天到晚講 因為通常這樣 只要解放軍講什麼 國民黨就倒楣 國民黨也覺得莫名其妙 我跟你沒有什麼關係 但你講他們就倒楣 趙薩康就直接說 老公你厲害嗎 你去找美國嗆啊 你去在國內 你去嗆我們幹什麼 那彭英剛呢 彭英剛在美國登廣告 這個廣告到最後會傷國民黨嗎 我覺得趙薩康 趙大哥 擺著架式要選總統 你看他在節目中可以跟那個張靜 他可以嗆他兩個唇槍舌戰 那趙薩康的觀點比較 不是那種老國民黨那種親中色彩 他直接就是這種鏗槍有力叫 你為什麼不去跟總統講 你為什麼不怎樣 我覺得他已經備戰了 因為侯友宜因素已經排除了 2024可能沒有他 那相對來講 這彭英剛這個職業的 他每次都辦盤廣告 你知道嗎 他這麼多年來 就是看到他喜歡彭英剛發辦盤廣告 錢多 但是就是一個中國人 就是一個紅筒 你講這話只有給我們台灣的政治人物做文章 那打擊的會是誰 那還是不會是綠的吧 還是往那個藍印那邊靠 對不對 藍印那邊潑 對不對 好 那就看美國 拜登你有那麼鬧嗎 你們一個排在第三順位的一個國會議員 國會議長 國會議長 你要來你還是聽老共的嗎 那你們在皇太 皇太軍演 你們當老大 老大哥那麼那麼二十六個國家幹嘛 給你們靠攏啊 你連一個 他們的一個訪台行程 你都啪了個要命 然後你說可能會失分呢 啊 幹嘛幹嘛 我說這個太鬧了 我覺得 他們馬上騎中選舉了 老共馬上二十大了 你這樣做 你倒是聽軍方還是聽民意的 你這樣做 你有展現你是民主 正義裡面的領頭羊嗎 對不對 我是覺得在美國這次做的這個作風 可能在國內也不會得到支持 拜登可能也沒有打算往下再選的感覺 誰叫這個 因為這樣講的話 你說因為現在如果做民調 在美國大概對老共的反感度當然會高 可是這個時候他當然有其他一些的顧慮 但是姐姐 對你們來講的話 這件事情這樣一個發展 你們會怎麼樣看待這些 尤其我剛剛講 你們一定會覺得什麼通民票 那些東西一定 包括民進黨有人就直接講說 你看那就是國民黨裡面 有什麼紅筒 中國什麼這樣子 彭銀剛是台積位董事 但因為他有國民黨籍 是 所以很多事情又牽扯到國民黨 當然剛剛講也對啦 就是說 藍綠之間都有很多不同光譜的人 在不同的領域裡面 針對兩岸的議題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當然尊重彭董事長 他自己的看法 但重點是像佩洛西議長 要來臺灣這件事情 我覺得只要有助於中華民國 跟美國之間的一個關係的促進 對美中臺三角關係 是有正面注意 那我們當然樂觀其成 反之如果他的來訪 對美中臺的關係 可能產生某些的一些聯動影響 對於中華民國跟美國之間的邦交 以及情誼 有助益之外 這中間也牽查了美國內政的一些 相關 包括民主共和兩黨之間的角力 等等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臺灣要做一個 非常聰明的角色 就對於我們的友邦重要的元首 或者是一些國會領導人來 我們當然是歡迎 那對於兩岸之間 可能影響到一些 不管是負面也好 衝突也好 或潛在的威脅等等 或甚至對岸的一些放話 過資的我們當然可以譴責可以批評 無助臺海穩定 無助以美中臺關係的正面發展 但怎麼樣拿捏恰到好處的奮計 甚至能夠在不影響兩岸正常關係 發展和平的情況之下 能夠維持我們中華民國主權的獨立 以及不受到對岸的痛嚇 我覺得這個是國民黨相關人事 包括黨主席或黨中央在內 在發表相關言論跟評論的時候 要非常關注的一個重點 來 世界 其實我覺得這當中彭硬剛 最沒資格在那邊當中共統戰的馬前卒 他的父親彭夢信 當年鎮壓臺灣人 屠殺臺灣人的時候 二二八事件的時候 他是說你們這些臺灣人 你們都是共產黨 你們都是中共同富人 他用這樣的藉口 表示說他是最反共的 結果你最反共 你的公子彭硬剛 現在是最舔共的 是當中共統戰的馬前卒 這不是很可惡嗎 所以我認為彭硬剛 你生在臺灣 長在臺灣 你的事業也因為臺灣而濁壯 而成長 你要捨棄這些OK 你要愛中國可以 那你回中國去愛 那至於中共講的這些 我簡單講 那臺灣 就是他是他們中國過去的說書 中國的說書 把中原的文化 講成文成武德一頭蠻夷 結果事實上歷史的時機的情況 其實並不然 其實容我稍微講一下 這個文明 進步的文明當作夢 真善美 真永遠排在美之上 大家公認的最偉大的搖滾樂團 大家記得要南農波馬康尼 可是這當中George Harrison 一直都沒被提起 原因是為了什麼 只因為George Harrison 過去做了一首 大家很喜歡的歌 叫My Sweet Law 結果這首歌 被很多樂評家認為 這當中有六個音符 六個音符而已 抄襲印度犯音 印度犯音幾千年 所以當然是印度犯音先有 然後抄襲六個音符 而在這次論文抄襲事件當中 是上千次的重疊 所以我認為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臺灣是進步的文明 真永遠排在美之前面 OK 來 米鳳 最後一分鐘 對於兩岸關係來講的話 佩洛西來與不來 未來會怎麼發展 我覺得佩洛西來 這已經引起兩岸非常非常高的 一個緊張 那美國內部爭論也很大 問題是這個佩洛西來之前 這個敗襲的通話會在前面 我覺得兩方會找到一個比較妥協的方式來處理 不可能因為一個國會議長訪台 然後這個東西兩方就要打起來 這也不是很好笑嗎 所以我覺得最後的部分可能就是這個可能 我覺得會像那個國城老師講的 他稍微去掉一下臺灣的行程 但是亞洲的行程還是會造走啦 可是美國國內不是有很多人就講說 那拜登你這樣的話 老共講講你就直接歸說了 要這樣子嗎 那以後誰還當老大 那些人要去打仗嗎 那些人要去打仗嗎 其實我覺得也許他不去臺灣之後 可以端出一個對臺灣更實惠的動作 我覺得這比較實在吧 用其他方法 對啊 那如果說你 我說實在的啦 我覺得美國人呢 你可不可以讓我們去參加WHO 到現在都還沒有嘛 然後你就每次都派 我們也很歡迎你們來這邊這個 可是對我們台灣比較實惠的 我們是需要參加國際組織的 我們可以用佩洛西訪台來換國際組織嗎 這樣子對我們比較划算吧 OK